当我们说到试探时,往往想到的会是那些比较严重的或比较明显的罪, 但却很少人能看到在我们心灵的土壤中根深蒂固的不满足。 我们没有意识到喜乐、平安、自由和安息是如何从一颗满足的心流露出来, 却常常忽略了那不满足的心所生出的许多腐烂果实。 自从撒旦他在伊甸园里第一次用谎言欺骗了亚当和夏娃后, 要得满足的心一直是人心里永久的挣扎。 如今,现代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更是提升了人的欲望, 使人不断地想填补心中的满足感。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在一个人人都不满足的时代里, 我们更是要看到在基督里得满足的重要性, 并要装备自己去对抗那颗不满足的心。 那我们该如何装备自己呢? 今天我想用三个论点来帮助我们寻找人生的满足感。 首先很重要是,我们的满足是始于神,也忠于神。 我们看在提摩泰前书六章六到七节这里说, 尽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启示录二十一章六节 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权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是的,这些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观点, 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它是初也是中。 当我们能满足于上帝所给予的,我们就能得到满足感。 但是我们知道,罪的核心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对我们的创造者感到不满了。 因此我们的满足感一定要来自于在基督里的安息, 相信天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美好的安排, 并与主同行来培养正确的满足感。 任何人事物若威胁到我们对上帝的满足, 我们都应该奋起地向他宣战。 所以,我们如何看待上帝与我们的知足常乐是细细相关的。 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情况来解释上帝的属性, 反而是必须根据上帝的属性来解释我们的情况。 不要认为单单因神而知足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或是很难达到的事, 因为我们有一位全能的救主耶稣, 通过他的血赎回了我们, 向我们保证一切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辈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虽然我们知道,一切的满足感始于神,也忠于神, 但很多时候,生活中只要一出现不理想的情况, 我们就瞬间完全不能体感到这位能满足我们的神了。 为什么呢? 我们要晓得,满足的心不是你要就有, 因为就连满足的心也是神不语的。 只有当我们与神同行,信靠他时,才有可能生出满足的心。 所以我们真的要用心单一地来依靠这位主, 怎么借着他的真理来指教我们, 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按时的引导和公益, 也给我们圣灵的帮助。 那时,我们慢慢地就自动对神恢复信心了。 这个信心是,只要我们现在依靠和顺服主, 不管我们做什么,主都会不折到底的。 那第二个,要找到满足感。 我们必须在拜偶像的层面上进行征战。 如钱财、成就、美貌,甚至是孩子或爱情等等, 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 其实偶像显示了人的欲望,那就是贪心。 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说, 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妄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各位,贪心是由一个不满足的欲望所生发的, 因为人心中的偶像总是要多得。 若一个人对神的真理无法接纳, 心里总想着,我还是要多得, 我还是要得更完美,我还是要得人的称赞, 我还是要得人的爱,我还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等等。 这人心里的贪心、欲望是永无致敬的。 人都有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 且他们的心永远不满足, 以致心中产生偶像, 所以贪心就如同败偶像一样。 但是我们要问自己, 这些偶像虚假的谎言,能承诺我们什么呢? 有一位牧师说, 罪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所接触的一切都沾满了罪的指印, 而我们跑到哪里, 我们的问题就跟到哪里。 各位,这意味着像是满怨、苦毒、嫉妒、不满等等, 都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任何地方, 如果我们不与他们争战, 只是意味地调整自己的一些行为, 或认为这些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识到偶像的害处, 并让自己的内心继续被偶像摆布。 所以各位, 让我们继续不放弃地征战, 靠着全辈的真理、 祷告、 以教会为中心生活、 装备自己来寻求在基督里得满足的心, 这样我们的欲望自然就会跟着减少了。 不仅如此, 你会发现上帝有时是通过祂的恩典把我们拉向满足, 有时则通过必要的责备把我们推向满足, 不管怎样, 这一切都会使我们能在主里面享受一切的丰盛了。 那最后我们要找到满足感, 必要不断地回到福音里。 当我们看到自己对基督的需要和祂拯救我们的意愿, 就会在我们的心里产生满足与幸福了。 许多人缺乏满足感, 因为他们要么在不对的地方寻找祂, 要么就是以自己的力量争取祂。 但是福音提醒了我们, 基督才是解决的方案, 也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虽然不够强大, 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心中的不满, 但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了。 所以当我们感觉不满足的时候, 神还要指引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 因祂是我们的救赎者了。 主耶稣来是为了贫穷的人, 为了软弱的人, 为了那些被罪的私欲恐绑的人。 就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所以各位, 我们要从基督的福音里找到满足感, 而不是要主来达成我们在地上的梦想。 盼望我们在自己所有的缺乏里, 更是将我们指向那最初与最终的神, 从而找到真正的满足感, 因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和我们所缺乏的一切, 都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了。